这个大搜紧太高了 这是一个神秘的洞穴 错综复杂 让人摸不清头脑 眼前是一个巨型烟囱般的树井 它高不可搬 神秘而令人敬畏 站在这里仿佛置身于宇宙中 有一种仿若隔世的感觉 一股水流如同银河般 飞流直下三千尺 美不胜收 却又让人不寒而理 黑幽幽的生坛里 是否藏着不明巨型生物 这是我们为了寻找到 木架大坑和华尔洞的联通点 第八次对华尔洞探索的重大发现 今天我们决定从华尔洞除气竖井 采用专业SRT神将技术 深入华尔洞对井一格之强的木架大坑 他们之间的联通点继续探索 天呐 现在天亮的垃圾层 这块圈道的垃圾 紧别着这个华尔洞的除气坑一步之遥 今天我们继续对华尔洞的这个除气坑 再一次探索 我们从那个华尔洞底部 继续寻找木架大坑跟华尔洞的联通点 坑口长满了好多的大树 在不注意的情况下 一般是发现不了这个洞口 洞口的海拔是1331 温度是21.3 这里就是华尔洞的除气坑的坑 在这里特别提示 SRT大坑技术权有风险 黑专业请问魔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语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语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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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拔是1248 这边是个消水的盲洞 现在我们要往南方去寻找穆加大坑的连通点 这个大厅就这样子 这边都是从那个数据里面消水下来以后 到这个盲洞里面消失掉了 这边是往穆加大坑的方向 我们去看看能不能找到 趴到连通点 这边是一个盲洞 哇塞 这个石顿 这一块就是这个冬庭的最低处了 也是一个击碎区 上面全是冬庭坍塌的石头 那个位置是我们存降下来的位置 这有两根顶天立地 两根石柱 这一块是地标性的 这个冬庭的一块大七十柱 现在远着这个方向 继续去找穆加大坑的连通点 哎呀 下来边也变个痒了 这一大堆消土 这全部是消土 哇 消坑 这边也是通上面 我们神江那个主动道的 这边的洞 洞洞相通 这里面熬消的痕迹 比比结实 这块又是一个大的嚎叫基地 看着这个 安全的规模有多大 这里面的消土 对着像小山一样 哇塞 这边也是个大的洞里 这里熬消的规模太大了 这里几连开 这个是一个往上的动道 现在我们要往南方 往南方继续去找 就是这个方向 但是动道是往这边走的 这块动道明显的是 摊摊屋堵住的 现在已经形成这个盖发布 盖发布把石头都覆盖了 你看看到 你过来看 白帮看到 对啊白帮都这边 马尔龙 干嘛 对啊 木槿大开 都是谁 都是谁 找不到 找不到他的两条点了 九二终点跑 对啊 要找其他动道不太可能了 这是一个远古的河道 看这个河道 下面全是淤泥层 上面高的很 看这上头吧老师 这上头 这上头就像不像木槿大开那里 像啊 太像了哈 对 你看 瓜子出辣的 就是这个河道 对啊 就是刚才的 这个怕是装硬硬碎的 放你把走的 这里面水箭可出的就是这种大型的凹销基地 对成山的硝土 看这里上去的多高 全是硝土堆成的 这个图上里面金光闪闪的 就是这个 洞里面还一层硝 这个 洁白透明的 在洞里面翻山越岭 这就是法尔洞的特色 看一眼 好高 当年取硝土 大概挖下去 差不多有两米深 这个分界线明显的就看得见 这个大坡下去 全是都被刨过一层的 后面有藏来的 这 同样的 等着 合同一层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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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灰 看这个灰 那灰是灰是灵的 这边有个洞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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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 有被树洞了吗 是什么能树药 对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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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大的洞啊 这个洞里面 翻山越南是长寺 去大瀑布这边 这边是回去的主动道 就像老鼠斤的洞口一样 往后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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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了 小了 听话说你得我吓得起 吓不开那个 哈哈 这个水面是什么铁头的 那样子 不正 你得给来死 这是啥的吧 不正是那个 我说他没搞的 你还敢在上班 不关键 不关键 这个都是 牛皮水 流血 那些 太高了 吃到牛皮 看这个洞 从这个裂缝里面爬过去 倒水边看看 过来以后这边开始往下 我们从这边过来以后 这里一个往下的斜坡 应该可以到那个洞 从上面这个小洞斜坡一路下来以后 这边就是一个洞亭 一个消水的洞亭 这里家全是淤泥 水虫的淤泥 这里家就是水面了 这边有个横穿的洞 可能就是大树井 这边也是消水 这就是一个大树井 这就是一个大树井 这边是水面 哇 满满满满 你这都差不多了 太烫了 这里的温度是23.2度 湿度63.7 大树压力877 海拔1200米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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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天啊 天啊 1 2 1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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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7 5 5 6 1 1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落九天 美不胜收却又让人不寒而栗 开悠悠的生坛里 是否藏地做巨型的生物 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答案 下次我们将携带水下无人机 继续探索生坛内部的世界 在这个神奇的洞穴里 我们用脚步探索着未知的领域 用镜头记录着一切美好的瞬间 这里没人能晕溜到发生什么 但这也是冒险的精髓所在 那种未知和未来的不确定 强烈的充裕着我们的视觉和心灵 在复杂的洞穴里 兜兜转转十个小时 我们再次无功而返 我相信只要归在坚持 胜利会属于我们 我是巡途腹外袍哥 关注我 带你领略更多地下奇境 解密更多奇温趣事 感谢你们的观看和点赞 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 再见